我是金子 一个到哪儿都能吃光的男人 提到长沙吃货们经常推荐的地道餐厅 鲁哥饭店在各种榜单上应该都能数的账号吧 今日终于有幸一度风采 来到门前看看罗列的这些特色菜品 对我来说真的是每一个都很新奇呀 沙马子才懂的味 我寻思我连沙马子都不懂 是不是不太能在这吃明白了 我装成沙马特行吗 鲁哥饭店里第一个登场的这个米浆饮料 就非常的有特点 你看这玻璃瓶 比起一般那种大渣来说 小的都有一半 这还不喝两口就给喝完了 哎呀 这浓稠程度有点超乎我想象 估计哪怕撒到桌子上 咱都不用担心它往下流到咱的裤子 喝一口尝尝 米香味醇厚 还有一点微微的甜 喝进口中还隐约能感觉到 那些被打得特别细碎的米粒 跟之前在很多餐厅喝过的香浓玉米汁 是同一个套路 但是味道上完全不同 口感上的体验绝对是更加丰富啊 喝了两杯米浆 这还沉浸在美好的口感里 两道菜突然就一起端上来 这一碗酸萝卜牛百叶 其实就是用腌制好的白萝卜脆 与切成条的牛百叶混合着 在辣椒中爆炒 百叶的软脆 萝卜的清脆 配合着有点酸有点辣的味道啊 下起饭来那是根本没有对手 我好像真是很少吃到 和麻将以外的食材搭配的白叶 跟酸萝卜的确实有点神奇 就是有一点吧 这菜没有之前雷茄子那种强劲的续饭能力 下饭是很快 但由于后面真的越来越油腻啊 那就有点动力不足吃不下去了 正好旁边的这盘冰糖羊梅 可以派上用上了 诸位怎么看的都像是个饭后甜品吧 其实在鲁哥这 这一盘羊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鲜羊梅浸泡在冰糖水中 点缀紫酥配腌萝卜 有点酸甜还有点咸味 可以让任何味道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点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 刚被宽油浸泡过的人来说 真的是大救星啊 其实我本来也对后面的这道皮蛋肉泥 抱有救星的幻想来着 结果发现没有了茄子和青椒 单烤皮蛋恐怕只能让这口感变本加厉了 肉泥磨得很碎 跟皮蛋裹在一起是真分不出来 哪里是蛋黄哪里是肉泥了 小辣椒再这么一拱火 这盘菜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油辣辣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应该不会点这道菜了 算是为不太能接受油腻而进辣的同学们排雷了吧 这道咸蛋黄茄子还是值得一试 茄子切成细丝 要是在北京啊这种茄子丝都是直接变成卤子用来拌面条的 但是鲁哥并没有把它炒得非常软了 使其还保持着一点脆脆的带有汁水的口感 这道菜的味道靠咸蛋黄来支撑 口感让茄子丝来carry 配合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不是我已经快这宽油泡发了 没准还会救着它多下几万块 吃了这么几道菜我发现 鲁哥饭店菜品的一大要素就是一定要够碎 能用粒状的就不切块能用条形的就不要断 为的就是能让自己渗透进米粒与米粒之间的缝隙 既然所有菜品都是为下饭有备而来 我建议咱们人数少的话千万就别点这份糖饺子了 本以为真是正儿八经的饺子包着什么甜甜的馅 结果人家是这么大的糯米团子 不是常杀当地的小朋友真的很容易中招 鲁哥饭店呢 一定是将曾经的那些老味道完美的保留了下来 所以深受当地沙马子们的厚爱 作为外乡人也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那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如果再有人能指导我点点菜 或者少喝两杯米浆 没准就更好了 踏踏山消消时 沿着月路山一直走 就能找到一家开在半山腰上的美味香菜馆 卧菜这个字中间缺了几笔了 有字少了中间这两笔应该念毛 毛还是咩呀 根据意思 姑且管它叫没味香谈菜了 话说香谈 本是距离长沙很近的一个地级市 但你说距离这么近 还能出产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小菜系吗 两地的文化鸿沟感觉还有点深的 所以从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 就让我感觉这家店倒行不起来 赶紧顺着台阶上到山上 好好探寻一番吧 点菜的前台摆放着很多种类的新鲜蔬菜 看样子都是他家比较擅长的菜品 菜谱都写在墙上的摆板上了 我们照着菜单挑选几个和眼圆的就好 这个水鱼是个什么东西 好像跟它相关的都有点名贵 这个马家和黑山羊 大概是今天的特价 14日元也就和人民币 148 那当我没说 点完菜以后 在院子里和岳路山精们打了个招呼 鉴于我们今天没有点鸡 他们还是展现出了友好的一名 我们的座位位于半山腰的半山腰上 所以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大姐们传菜的牵引 很快 我们得一道 唉 原来那是山顶那株的 经历了虚晃之后 大家难免会有些失望 不过也没有等多久啊 这道当家大菜 辣白菜牛肉终于登场 我原以为香坛和朝鲜韩国那边 会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原来这个辣白菜 是拥有绝对自主知识产权的啊 白菜切成丝后再和黄牛肉在一起炒 所以香菜蒜瓣 青蒜还有泡椒 无论是牛肉是配菜还是里面的汤汁 都是用来配米饭的极品 店家估计也早就预料到了 所以当辣白菜牛肉上来的时候 一桶米饭也就随之到位 牛肉口感嫩的适中 而且腌制的很入味 配上泡椒和白菜带来的一点点脆 一点点酸辣 让人很难不打口就着米饭吃 真的 我在长沙待了这些日子 这碗辣白菜牛肉 可以说是最合我口味的一道菜 它的味道无法用更多词汇来描述 看我身边这位就知道了 它是香的超越了物种 第二道浓汤杂鲑鱼也是今日推荐菜 这汤有点白的发黄了 如果是用骨头和鱼熬出来的 那可真有点功夫 辣椒 蒜末 还有紫酥 就这样随意的点缀在了鱼身上 除了增点色彩和香气以外 并不会破坏汤的鲜和鱼肉的嫩 吃完了鱼肉再用鱼汤拌一碗饭 这可比红烧鱼 糖醋鱼的鱼汤负担小多了 这一轮花卷有一个特别猎奇的名字 姜坛脑髓卷 我点的时候真的是照着烤脑花的样子来畅想 没想到上来是一轮面点 脑髓卷很柔软 外开可以看到一层一层均匀且透亮 吃进嘴里有点甜有点黏 本以为是另一种主食 但结果竟然成了一道甜品 加上这盆菜苔 以及在鸭蛋壳里炒出来的糯米饭 一桌的菜搭配的是非常好 有荤有素可颜可甜 谁说香坛菜没味儿啊 这可是滋味十足啊 秉承了香菜一贯的下饭传统 但是这样下去的七碗饭 我吃的还是很舒服的 不重辣 不超咸 也不那么油 还能边吃边在山上看风景 何乐而不为的 在长沙的最后一个傍晚 早早的来到了著名的东瓜山 没打排队就买上了网红名小吃 东瓜山肉肠 你看它麻麻烈烈的一天也不圆润吧 给人感觉就像牛肉瓣什么的一样 咬下去肯定得是死硬死硬的 没曾想这个小茬不讲武德 只有最外面这层肠衣略微需要点劲 咬破以后里面的肠肉是相当嫩滑 可以说直接在口中就化掉了 嚼的时候还能感觉到 肉肠散发这种独有的香甜 难怪一到傍晚 那么多人都过来排队买上了 作为肉类零食来说 这真的是一种 可以让人不断吃下去的极品 我们所在的这间富有民国风的小店 是东瓜山上一间 比较热闹的长沙小吃专门店 单单热卤 主营的菜品是热卤四合一 就是至少选择四种荤素菜 合在一起卤成一碗给端上来 估计也可以算是长沙特色的麻辣香锅吧 不过主菜的风头 完全被这道粉嫩的小菜给抢了去了 桃子和紫苏叶在一起腌制出来的小配菜 酸甜带点咸 紫苏叶的香味和淡淡的姜汁辣味紧密结合 让整道菜的香气一直回味在我们口中 想必这几块脆脆的桃子在腌制之初可能还是个酸涩的孩子 但被冰糖浸染之后 无论是甜度还是颜值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长沙这边非常善于将水果和紫苏相结合 前有羊梅后有脆桃 咱来长沙一定得体验一把这些小水果 真的会让你印象深刻 在长沙尽管只有短暂的几天 但我切实感受到了娱乐之都这四个字 真不是浪得虚拟 无论是在网红聚集地东瓜山 什么都有的五一广场 还是五米一家的茶盐月色 我们永远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在不停的挤走着 不停的展现着快乐 享受着生活 也许长沙并没有成都那样 单靠文化天赋 就可以成为网红顶流程的事情 但是这里的各种创新 设计还有营销方式 让我们不得不为之赞叹 我是金子 期待下次出行 再去到什么美丽好玩的地方吧 欢迎关注我 并为我的视频点赞转发 咱们下次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